美國國會大約是150名共和黨議員 日前發表了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 報告中提議制裁中共政治局委員及其家屬 被點到名字的包括政治局常委汪洋和韓正 這被認為是史上最強制裁名單 美國國會眾議院約150名議員 6月10號發布一份強化美國 以及應對全球威脅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 報告建議 採用史上最嚴厲的制裁措施 來制裁中共統戰部的所有官員 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汪洋、韓正 港阿辦主任夏寶龍 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以及西藏黨委書記吳英傑 新疆黨委書記陳全國等人 報告列出一張中共組織結構圖 標明中共高層各機構的相互關係及相關負責人 並在被制裁的中共官員名字下面用紅色X標註 旅美時事評論員邢天行表示 名單上沒有列出中共其他的核心領導人的名字 但不代表美國對這些人不具約束力 這是美方在形勢上給中共高層保留一些顏面 這些名單其實是有了一個形式上的一個面子而已 那實質的內容不可能說因為沒有點這個名 中共這邊就不會採取相應的反制的行為 或者美國的這邊它就對現在沒有點名的人 沒有一個約束和制約作用 正因為如此這項的提議如果一旦成形的話 它會帶來更多的世界整個局勢的巨變 報告提議禁止對中共高層官員及其家屬 核發美國簽證 報告指出中共是一個擁有9000萬成員的龐大組織 許多中國人被迫加入中共 全面禁止中共成員的簽證 可能會導致意想不到的後果 但是禁止中共高層領導 包括25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委員會的205名中央委員和171名候補委員 以及中共十九大的所有2280名代表 及其配偶和子女的簽證 則是適當的 這項制裁中共高官及家屬的提議 一旦被美國政府採納的話 那麼兩國之間就會出現一道高高的政治壁壘 也就是說它會回到一個真正的冷戰時期 報告認為 美國國會應禁止中共內閣成員 現役軍人和中共高官及其親屬在美國學習 直到總統證明 中共已停止在美國大學和研究機構 盜竊美國知識產權的行為 報告書支持沿用全球馬格尼茨基法案 對大規模侵害人權的中共官員加以制裁 包括涉港事務的中共官員 和新疆西藏及在中國各地侵犯人權的官員 禁止這些官員入境美國 凍結並禁止他們在美國的財產交易 嚴格說 中共幾乎每一個官員都可以適用這個法案 因為中共但凡有一點權力的官員 實際上都參與了大規模的侵犯人權的活動 旅美時事評論員橫河表示 前中共官員犯罪包括侵犯人權都躲在制度後面 竹筋在面臨個人被問責的情況下 誰都得三思而行 畢竟貪腐幾十年 一朝被凍結 人財兩空 是否值得 這個法案其實真的是掐住了中共的這個命外 也就是說打蛇打在七寸上 邢天行指出 制裁中共高官和家屬的提議 一旦執行 對中共的打擊力度 將比關稅、匯率等更大 對中共的惡行會有巨大的遏制作用 對中共來說相對的狀況 既然玩樂、一旦避大衣、移動、物妙、協議 既然玩樂、一旦避大衣、日子、馬兩年 旦避大衣、 tumb妙、但主要保留